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甜饮料 果酱 冷饮 还有食用糖 就是我们说的糖块 它的甜食中都含有很多的折糖 这个是必须严格限制的 或者是禁忌 像这些单糖多糖类的食物要禁忌 一定要少吃 要限制 然后就是摄入过多的脂肪会产生过多的热量 所以对脂肪的摄入我们也要多加注意 它与心脑血管的发生是有关系的 有可能增加胰岛素抵抗 降低胰岛素的敏感性 使血糖升高 所以我们应该限制饱和脂肪酸的脂肪 如一些黄油 动物油 还有奶油的这种摄入 可以适当地进行一些含不饱和脂肪酸的植物油 高胆固醇患者应该避免摄入各种像动物内脏之类的 这些富含胆固醇高的这种食物 另外你一定要限制饮酒 因为我们酒精是一个纯热量的食物 它的酒精的热量是很高的 它没有其他的营养素 它可以增加我们肝脏负担 所以空腹饮酒容易出现低血糖 尤其在注射一些胰老鼠或者口服这些酱糖药物的时候 如果无法避免也尽量不饮白酒 而少量的饮用酒精浓度低的啤酒或者红酒 一定要避免空腹饮酒 饥口的食物通常都是一些高热量高脂肪的食物 像一些黄油 牛油 蜂蜜 蜜荐 花生瓜子 核桃这些 它们所含的热量都比较高 大量的食用不利于我们糖油的健康 甜品的就不要碰了 所以就像那些肥肉 油炸食物 食物 油炸的这些食品 它都不利于糖的代谢 咔明忍不利于糖烤的食物 咔明一种食物 咔明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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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咔明鑽